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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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香港貿法局 香港鐘標展2014 在接著這個環節開始之前 我先請我們台前面的朋友先就位 因為我們後面都有很多觀眾朋友 很想欣賞這個環節 因為我們請到一個非常專業的 鐘標的維修師 來跟我們做一些講解和示範 我們一會兒知道 因為全部的鼓動鐘都非常漂亮 大家都很有興趣想看久一點 沒有問題的 還有我們一會兒有攝影師 為我們進行一個Live Feet的直播 如果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看螢光幕 Hello Thank you very much Hello Simo and Andre Hello Good afternoon 今天很開心你們兩位在這裡 我跟Simo聊聊天 一會兒我也知道 大家帶了很多的示範和講解給大家 可以跟我們簡單說一下嗎 好 Good afternoon 你好 大家好 來到香港鐘標展 這次我們是法國古董鐘的 零聲演奏的表演 我的丈夫是Andre Jovi Horlogy 她將會講解 機械機心的古董鐘 還有歷史文化 還有手錶機心的機械示範 好 首先我們開始 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一些老爺中的來歷 好嗎 OK Jesuiz 大家好 我叫Juiv André 我叫Francai Horlogy Reparator 我從Lyon Francao Andre Yufu Parancai Saupeu Saukeisi 謝謝 給大家一點掌聲 Andre 說得很好的 廣東話 謝謝 謝謝 好 那開始可以跟我們講解一下 是否首先會想介紹 後面那個比較歷史內的鐘 是 因為Andre Andre 是來自法國南部的金屬世界 她的家裏做複製石 是有個百年的歷史 他做複製石 家裏做複製石 家裏做複製石 所以他很熟悉 與銀行業 以及有很多年來做複製石 他有機會學習 和複製石 複製石 今天為大家介紹 是來一個二百年歷史的 相關 是 我會介紹 第一次的鎖製石 在市場 和市場 是從18世紀 她是最主要的 它是最主要的 有五個部分 有五個部分 有一個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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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向 有源 而還會有意思 有一個主要 這是主要的 只是これ 我們跟我們解釋一下 好啊 阿Drey, 示範圍 是的 這個圍是盆子 這個圍是第二圍 這個圍是第三圍 這個圍是逃圍 可以示範圍嗎 這個是縱琴系統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上面橫的輪詞 就是縱琴系統 因為在200年歷史的機械中的 機械中的機械 大家現在可以看到 是很大的輪 很大的齒輪 還有零件是大很多 肉眼可以看到 所以大家可以逐漸 待會我們說 是19世紀到20世紀 是越來越小的 機身的發展 是的 我們攝影師 剛剛就近距離看看 其實剛才說的縱琴系統 是否就是這個 上面橫的齒輪步行 就是縱琴系統 這個就是輸送 這是重量的輪 這是重量的輪 他們只是手 像這樣一隻 不是一個輪 因為它還是平坦的 輸送還是平坦的 你看到裡面有很多不同的齒輪 其實裡面有剛才說的五個組件 就用了它們五樣東西 才能令到一個這麼老爺的時鐘 可以運行得這麼好 其實中間它都說了動力來源 或者它怎樣加速 或者怎樣令到它穩定性 都是加了很多不同的元素 在裡面的 這個系統 輸送半小時 這次是小事針 1 2 3 4 5 6 7 再次一次 再次一次 這次是小事針 1 2 3 4 5 6 7 再次一次 這次的輪次在動 令到它的針都在動 剛才你看到我們的中標維修長 Andre就把分針移動一次 再次踏到六字的位置 即是踏半 踏半的時間會響一次 踏正的時間就會看回時針指到哪裡 剛才是指七點的方向 所以就響了七下 so the movement of the arms, actually with trigger the bell The trigger is here it's the double trigger one for half and one for hour Okay This is the trigger Alright And the sixth This one is the big trigger And the little trigger still here You need to touch the ear but it's not too long 不是 剛才再示範一次 用上分針和時針 如果觸動到裡面 就會發出這些聲響 一小時 現在是報時 7時 好 師母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解一下 因為這些古動鐘沒有電池 200年前 整個動力 他們的能量的來源 在哪裡 又怎樣運作的呢 The distribution contin for the second But the regulator the regulator give the tempo And he use the gravity And the gravity is one acceleration More you step down More you go fast Also When the pendulum slide coming back he give a tempo for the wheel escapement And the wheel escapement contin the second 是用地心吸力 你見到是不用電池 或者是太陽能 主要是地球的地心吸力 大家見到這個Paris Pandolem Andre showed to the people The Pandolem This one the Pandolem When he come back he give a little bit force with the gravity with the acceleration for counting the second ear with the wheel escapement 我明白 好了 剛剛講解了 其實整個動力 或者動力的原理 是來自哪裡 其實剛才Sable 也說了 跟地心吸力很大關係 你看到這個鐘擺 其實那個速度 都視乎那個鐘擺 和地面的距離 你看到剛才鐘擺 Andre說 來回的時間 他回那一下 就會觸動到上面 剛剛我們看到 這個系統上面 最重要的部分 是的 鐘擺系統 這個打橫的部分 如果攝影師 可以看近一點 就會看到 其實每一下擺動 都會令到齒輪 開始動動 這個動動 也會令到其他的齒輪 繼續去運作 令到時鐘開始行走 Andre talked about the weight The weight is the accumulator of energy and they have two lines one line for the ringtone and one line for the timing one weight for the timing one weight for the ring 一個是時間 一個是用來做 是時間 時間 時間 一枝是時針 一枝是分針 分針 明白 一起分工合作 息息相關的去運動 全部是靠自然的地心吸力 所以二百年前 已經是人類的智慧 已經開始發明一個 用的地心吸力 以及機械去製造的 中的機械機身 所以剛才講解了 在中間 沿水的兩個 吊下來的一個沿水的部分 其實就是 可以把一些能源儲存在裡面 令到它們運行的時候 也有一個動力在當中 好 那師傅我練這個 講到這裡了 差不多 我們不如看看台上 我看你們都準備了很多古動鐘 都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到19世紀 現在我們講解是19世紀 100年之後 就是另一種機身 叫做巴黎擺駝 巴黎擺駝的機械機身 你看到是由這麼大的機械 到圓形的物體的銅片來造的機身 所以就已經是縮小了很多 主要是擺在 你看到大家在前面 就是擺了很多古動鐘 裡面主要是用來做裝飾 還有布飾 對 Andre 展示了 巴黎擺駝 那要進去有一個彈弓 是用來做裝飾 對 那進去有個彈弓 是用來做裝飾 那進去有個彈弓 是甚麼意思 但是同樣的系統 你看到大家是Paris Pendulum 這個就是那個座 慢慢來 André說的是 部分變得比較小 而且是比較平均 所以我們可以有一個小的座 在19世紀的年紀 是正確嗎? 是正確 但是我們使用了 Pendulum 為重力 和一路逃脫 但現在的靈體仍在上方 對,仍在上方 對,仍在上方 所以在以前的靈體仍然不同 對,仍然不同 當機器有更精緻,精緻,精緻 我們可以做這個 然後把這個和這個 剛剛Andre說 因為19世紀用上的零件和配件 都比較細型 所以中的大小 你看到是很大的對比 剛才是一個座地的 這個比較小 可以放在桌上 更加體積比較小 其實除了零件的部分之外 剛才我們在大小的中間 看到某個縱琴系統 一個橫向向下的零件 在這裡其實是打直的 所以擺放的方法是不一樣的 令整個部件可以體積小一點 這個縱琴系統 你看到是比較小 但還是可以用肉眼看到的 是 所以大家現在用的機械手錶 的縱琴系統 就是由古老的中的知識 以及科學研究 以及機械的組織 所製造出來的 大家看到是它的扇子 它的扇子 就是令它打中的效果 對 對 這個叫做 bell ring tone 就是靈聲的產生 Andre 可以讓我們解釋一下 怎麼會發生的聲音 可以發生的聲音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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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你 tres弦來三匹努一剪マ總比三匹,大倒數 一剪斤的毫 Ар, 76是以上 are的 一面大一段大一大小 skin一尾的瓦,這麼是用一段注努中 過1點、当八esty到方向前前進 连剛低了,写中突入上等等 啊,好,好 然後觸摸這個動作 然後觸摸這個動作